我們今天 公佈有8個 有8個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分別是英國 菲律賓及印尼 那分作兩段來看 有787到791 是5個案例 是我們在例行性這樣的一個檢測跟通報裡面 所發現的 那792到794 是我們這個專機 昨天回來這127人檢疫全部完畢 那總共驗出有3名是陽性 那這3名裡面包含的 大家所關心的 就是有發燒的這位 從英國回來 那其餘2位是沒有症狀的 那本來大家另外 關心其他4位有症狀的 那目前驗起來 那4位有症狀的是陰性 所以這127個裡面 就是1位是發燒是陽性 那2位是無症狀 被驗出來 目前都在集中檢疫所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決定了 到目前來講 那當然 原來的這些也需要大概前端在執行的 期間 那基上全程的防護 那外站的一個管理 那有交通部監測 及管理 那返臺進入社區 那原來是3天5天 就派飛 我們仍然維持3天5天 是派飛 那但是本來3天5天之後 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沒有 我們現在要 都是要到7天的 7天的一個居家檢疫 7天7天居家檢疫第7天我們會採檢 那如果是陰性 那進入一個加強的 加強版的自主健康管理在7天 那就是要每日量體溫監測及 症狀的監測 那禁止達成大眾運輸的工具 禁止出入 不易維持社交距離 且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他人的場所 例如喜宴 酒吧 夜店 百貨商場 夜市等 4 外出強制要佩戴口罩 5 詳實記載行程及接觸人士 且實名制 那聚檢時間的派案 我們要專案的管理 除派飛執行外 不得外出 那先派 先派非常誠的航班 聚檢日重新算起 且搭公司的交通車 派飛前填報 執行前健康的聲明書 就最基本大概就是強化 不管是在整體在那個在執行間 跟在外站的管理 那外 那基本上就是 除了三天五天的派飛 那一樣 這要坐滿 如果沒有在派飛的時候都要 就是居家 居家檢疫七天要完整 以前是三天五天就改成 自主健康管理 我們現在七天以後 才會改成自主健康管理 而自主健康管理也是加強版的 那基本上是本來 是避免的 那現在都是禁止 都是禁止的規定 那第七天 我們會採 採檢陰性 才會轉過來